新闻首先来关心高雄山区连日豪大雨 造成桃园区秦河里乌岛路段 市长陈菊周日才上山勘灾 隔一天行政院长林全也专程前往视察灾情 林全表示目前首要的目标是安置灾民 并且早日抢通道路 让受困的民众可以安全进出 连日超大豪雨 桃园区降下超过1500厘米雨量 导致老农溪水暴涨 滚滚洪流不但冲毁台二十线秦河段道路 也造成民宅崩塌灾情 共有8户民宅遭到暴涨的溪水冲走 两户基地掏空受损 市长陈菊周日冒雨上山勘灾 表示将全力协助受灾户度过困境 隔不到一天 行政院长林全5号也专程南下 直奔桃园秦河部落勘查受损灾情 林全指示相关单位务必妥善安置灾民 尽快抢通道路协助受困民众进出 老农溪水流目前非常不稳定 过去的施作的方式确实有做户案 但是这次是因为它从户案的边缘开始 清湿造成结果 主要也是因为整个地形来看 这块地方是凸起在河流的河道中间 造成的影响 目前公路总局持续出动怪手和机具 投资销波块 期盼赶紧抢通道路 甲仙公务段预估 如果天后许可十个工作天左右 就可以完成变道恢复通车 至于沿台二十线路上还有八十多户 民宅安全堪律 是否要以挡土墙来确保安全 林全表示将会跟相关单位研议尽速解决 港都新闻林亭阳王思午采访报导